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德大家早安 我们昨天各位同学有两位一直问这个 知不知静 静不知智 这个是一直问这个问题 我没有时间详细的回答 早上稍微补充一下子 我们能够了解这世间种种的事理 一定是要透过眼而彼此生意 这个六根去接触六层 色身相畏触法六层 六根对六层的接触 然后我们产生了作意 去注意 然后才发现了感受感觉 从感受感觉当中产生了感情 那么情绪就这么产生了 有了感情 有了情绪 然后我们人类有丰富的想象力 这是多美多好 那然后我们就会去执着 就会去执着 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六根触对六层 很自然的产生了情念 透过情念的执着以后呢 去想象 去分别 认知 然后呢 产生了贪爱行 称恨行 无名行 这种意志行为 这种习性反应 所以如果我说 火心上的石头很硬很硬 连我都没有经验过 我也没有去过 我讲火心上面的事情 那都是一种异想 假想 那我这么讲了以后 这个声音你听到以后呢 你就去幻想 这些都不实在的 何况是说离我们 几亿万公里之外的火心 我们也不会去在意 所以它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呢 没有什么意义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身外的这些境界 设身相会触法 一定是透过我们的六根 眼而鼻舍身意 这个六根呢 这个门啊 才能纳入我们的生命中的一部分 经过我们的六根 转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那我们就很自然地产生说 我知道这个东西 我了解这个道理 请问 你知道你了解 是不是单独存在的 如果没有这些境界 透过六根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了解 所以我们很勉强地就说 我知道 这就是智慧 被我知道的 那是境界 其实是互为因缘 有这些境界 透过六根 产生我们的认知 那我们就把这个认知当作是我 所以这个地方一再强调说 静不知智 智不知晋 也就是说智 也是如幻缘起的 不是单独存在的一个智慧 去等着境界让我理解 也没有一个实在的 永恒不变的一个境界 让我们去认知 因为境界也是四大组合的 四大组合幻象出 它的形态作用出来 境界也不是它主动要如此 是被动 被四种元素 去排列组合 所以境界也是 缘起如幻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所以这个地方很强调的这个就是 我们讲的智慧 我了解很多道理 我认识很多东西 这也是缘起如幻 我们不要把这个能理解 能认知的那就是我 所以它言外之意 就是让我们不可以起了一个 我慢 我见 我爱 的心理 然后外在的一切一切 这些境界呢 也是四大按照不同的比例 去排列组合 它也是如幻如画 所以文殊菩萨 问这个 智所菩萨的时候呢 就先讲到这个 静不知智 智不知晋 它的理由呢 在这里 那么我们把这个四大分析完了 外在的世界 很粗糙的 我们可以感受的世界 离不开地 水 火 风 我们一一的分析 一切一切 都是如幻如画的 因缘生起 因缘生 因缘灭 此有故必有 此生故必生 那么这个不是佛法的重点 佛法的重点 我一再强调了 我们要回归于我们的身心 对于我们生命的运作 如果你不理解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的麻烦 很多的弊病 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痛苦 所以讲了四大以后呢 那接着重要的戏 就出现了 我们一起念 眼耳鼻舌身 心意诸情根 以此常流转 而无能转折 那么就这一段当中最重要的一句了 所以我特别选这个是因为 阿罕经里面也强调的 就是我们对五蕴 六蕴 十二缘起 这个生命的运作的情形 我们要下一番功夫来理解它 要不要听故事啊 因为讲故事呢 其实比较不容易打瞌睡 你知道在陕西那边有一座寺庙 叫做金山寺 也叫金山寺的 那山上呢 几位比丘女啊 很用功修行 但是山上吃的东西 还是要下山去买 结果 下山呢有一段路 所以他们必须到山下 一个老太太的家呢 住一个晚上 再去采买 采买以后又回来住这家 然后第二天才上山 那么这一家人呢 就剩下一个人 丈夫死了 公公婆婆死了 那么他先生姓贵 贵花的贵 所以那些比丘尼们呢 看他年纪大了 就叫他贵婆婆 贵婆婆 那后来 这个贵婆婆呢 也很父子金山寺 跟里面的比丘尼很熟 后来她生病了 那比丘尼就把这个贵婆婆啊 接到山上去住了 可是贵婆婆心里不安 我是一个在家人 代法在家人 你们出家人啊 照顾我 大小便咯 换衣服咯 换洗咯 这样说不过去 那个方丈呢 就说 那这样好了 你头发离掉了 就不是出家人了吗 就真的头发把它离掉 就剃度出家了 好了 出家人 照顾出家人嘛 他心就安了 很认真的念佛 一心念佛 万元放下了 有一天 他欲知实至 欲知实至 他就把身边的钱 包一包的 这包是给这个师傅的 这包是给谁的 这包给谁的 我要走的时候 这包呢 是给那个帮我洗 洗澡的 洗身体的 换衣服的 全部交代好了 他说 我来这边住了几年 你们照顾我这么好 我不晓得怎么报恩好了 来辈子啊 我要投胎到 临村 一百里以外的一个村庄 我生下来是一个女的 她会抱这个小孩子啊 出生没几天呢 就会抱到我们这个金山寺的门口 你们要随时注意 如果有人抱一个小孩子 一个女孩子啊 那就是我 那里面的师傅说 哎呀 你这样错了 你这样错了 你应该发愿说 愿生西方净土中啊 你怎么去投胎做一个女的 又来出家 她说不行不行 我就是感觉 你们师父对我太好了 你们这个恩情我不报的话呢 说不过去 那里面的师父说 哎呀 不要讲是勤不勤啊 你就是蜿蜒放下 一心念佛求圣净土吧 他说我不管啊 我心意已经决定了 你们等着瞧吧 眼睛一闭 走了 漂亮不漂亮啊 走得很漂亮哦 功夫不错哦 结果呢 左等右等 左等右等 等了一年了 其中一个比丘尼呢 叫传灯 嗯 他就去扫那个塔 寺庙有那个塔 他扫塔的时候就想 哎 这个贵婆婆的骨灰 就放在这个塔里边了 哎呀 扫塔扫塔的时候就 去对着那个塔 说了 哎 贵婆婆 贵婆婆 你不是说要转身成一个女的 然后来到我们金山寺吗 一年多了啊 那你都没有看到人影呢 说完第二天呢 他们这个金山寺的门口呢 这个传灯师啊 去扫地的时候呢 哎 发现一个小娃娃 在这个门口放在那边 赶紧地抱进来 每一个人一看 不得了 那个脸就是贵婆婆的翻版 Cop Copy Copy知道吗 Copy过来的 一模一样 那个眼神 那个眉毛 那个脸型 一模一样 哦 这不得了了 这个时候 这个寺庙里面呢 就热闹起来了 赶快去买尿布咯 买牛奶咯 什么东西呢 商店的人说 你出家的买尿布干什么 没有什么 因为有人送一个娃娃 在我们庙门口 我们要养它 是那个卖东西的人说 哎 有这回事啊 对啊 好了 这个尿布免费了 师父带回来 就在寺庙里面养了 结果香港的信徒啊 看到他们这个小孩子 很可爱很可爱 就体谅了 体谅出家人啊 应该是早上起来 要诵经念佛拜佛的 结果还要派一个人啊 帮他换尿布 充牛奶换衣服 还帮他洗澡 这个在家信徒啊 不忍 哎 师父啊 我们要回香港了 这个孩子我们带回香港养 养大一点 不必换尿布的时候 再送回来好不好啊 师父我们说 好吧 你就带去吧 结果带回香港以后 这个孩子啊 整天哭 整天闹 就是不吃饭 也不吃牛奶 什么都不吃 几乎都要饿死了 整天哭 哭到那个香港信徒了 没办法 没办法 知道怎么样呢 送回金山寺 一送回金山寺呢 能吃能喝能睡 也不哭也不闹 现在已经长大了啦 有机会去看看他吧 你就是说普仙法是介绍的 我们有一句话说 爱不重 不生说佛 那个爱就是一种情 情感 情念的执着 就是我们生生世世 之所以会相聚在一起 在这个说佛世界 有情的世界 有情的世界 情爱的世界 我们没生没事 只是关系的转变 关系的转变 知道吗 前辈子你是我的父母 而这辈子我们是师兄 师弟 师父 那来辈子又不晓得 变什么关系的 所以我说我们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关系不断的转变 只是我们这个 这个什么呢 心意诸情根 这个内心里面 那个情的执着 很深很深 结果 智慧呢 没有办法展现出来 所以 你也忘记我 我也忘记你 但是事成相识 见面就是有缘 所以 再讲一个故事 让你不会打瞌睡的 要鼓掌一下 我讲这些东西呢 都是事实 不是编造的 现代人讲现代事 现代人在听这个故事 这是真人真事 但是我不能讲这个寺庙的名字 我讲了你会去干扰他们 上海有一个比丘尼的寺庙 里面有一对比丘尼呢 很奇怪 吃饭要坐在一起 出坡也要坐在一起 上早课晚课 一定要站在一起 如果 这个方丈和尚 请这个夹 比丘尼 去采购 东西 以比丘尼 一定要跟得去 非其不可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他会偷偷地跑过来 两个人一起睡觉 这个麻烦不麻烦呢 很麻烦 观世音菩萨 里面是奉事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看到这个情形 心意诸情 跟这么深这么深 怎么修道呢 于是观世音菩萨 化现一个老比丘 路过的老比丘呢 来到寺庙里面呢 礼佛准备吃个中饭吧 那个比丘尼啊 住持呢 就说 老和尚老和尚 我们里面有一对比丘尼啊 小的时候是同学 中学也是同学 大学的时候也是同学 所以一起来出家 可是他们吃饭坐在一起 上早课晚课站在一起 时时刻刻黏在一起 这怎么办啊 老和尚说这个要凉拌啊 叫他两个来 你不要在这边 两个比丘尼来了 啊 顶礼老和尚 老和尚笑咪咪的坐在那边 他说你们两个也坐下来 好 到庙相邻来面听听课 坐下来了 老和尚就跟他讲 他说 好多年 好多年 好多年以前 有一对母子 母亲跟儿子 家里的人都死光光了 他就剩下一对母子 在这个逃难当中呢 母子相依为命 母慈子孝 一辈子就这样子的 相依为命 心意诸情根 他说这对母子 因为那感情太深太深了 结果来生一转世以后呢 很奇怪的一碰面 一个是男的 一个是女的 一碰面以后就来电了 知道吧 结婚为夫妻了 本来是母子 现在变成夫妻了 那么变成夫妻以后 整天就 沉迷在这个情欲当中 男女在一起嘛 情欲很浓 那么因为这个情欲非常的浓 忘记念佛吃素了 忘记修行了 所以 夜报近了 就 这个情欲的关系呢 他们又脱海转世 变成燕子 燕子知道吗 就swallow燕子 天上飞的燕子 又是做成夫妻了 本来是母子 后来变成夫妻 做了畜生以后呢 又是夫妻 幸好他们这个燕子的窝呢 结在庙香林的树上 天天听师父们诵经念佛 念诵经念佛的声音呢 诶 触动着他们的情念 他们的悼念 就一直听听那个出家人啊 那演奏大碑奏 诗小座 金刚经 弥陀经 阿弥陀佛 圣号 天天听 因为天天听经的音缘呢 结果 这个业障消了 又转世了 转世了 两个都变成女的了 因为前辈子的情念很深很深 所以这辈子这个情念 就把他们拉在一起 小学是同学 中学是同学 大学是同学 吃饭 嗷屎 尿 睡觉 全部都要在一起 这两个人就是你们两个 两个比较 一听 心里一个很大的震撼 脑上就不客气地说了 你们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三恶道 等着你们吧 老上掉头就走 从此这两个比较尼呢 就各自用功 不敢像那个强力交一样 粘在一起 这个寺庙我不能讲哦 在上海 你不要去东找西找 有个去看这两位比丘尼 说普现法师介绍我来看你们两个 那不妙 知道吗 所以我是现代人 讲现代事 现代人听 你听一听 了解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 心意 心意 诸情根 以此 长流转 而 无能转折 我们的眼而彼此生意 六根 接触到 色身相位处罚 六成 一接触以后呢 马上把这个 外在的这一切的 转成一种信号 一种信息 information 转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 然后我们起了注意 起了注意 作意以后呢 就产生了感受 从感受当中 产生了感情 情绪 情爱的执着 然后 然后透过 丰富的想象 分别认知呢 那 产生贪爱 称恨 甚至愚痴 无敏 那 生生世世 我们就是在 物欲 情欲当中 打转 那 每一生 每一世 每一生 每一世 我们就是不断的 关系的转变 关系的转变 这辈子我们是师徒 来辈子 说不定 就是兄弟姐妹 这辈子兄弟姐妹 来辈子 说不定就是师徒 就是不断的关系转变 有时候变成父母 兄弟姊妹 可是我们都 隔音之迷 因为我们投胎转世 两次受到很大的震动 死的时候 四大分散 产生那个痛苦 然后我们要出生的时候 从母体 要离开的那一刹那 也是很大的震痛 风刀割体 这个时候受到两次的这个 很大的震撼 忘记一切了 就这个隔音之迷 所以我们不要去怕说 生命是不是永恒的 你不要去担心 因为我们的心意 诸情根 那像四十里河的沙 四十里河这么沙呢 你要把这个河水砍断 不容易 不容易 你看眼睛看到什么 耳朵听到什么 嘴巴吃到什么 身体感触到什么 马上一个勤念就留在那边 那个勤就留在那边 所以众生被这个勤念 每一生没四 每一生没四 就是已经习惯了 所以在这个法聚君里面 法聚君里面 就说了 言大海者义夫所说 非圣所说 云和圣所说呢 云和圣所说海 为眼事涉移 爱念染着 贪乐 深口异与世民为海 一切世间 阿修罗众乃至天人 西语其中 贪乐沉默 我们一般讲海 大海 尤其我们冰城 四周都是海 一看那一望无际的海 在大圣佛经里面讲的海 是讲苦海无边 我们生又死 我们生又死 就像一个海浪 生又死 又死一个海浪 苦海无边际 这个不是佛陀担心的 佛陀担心的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说了 言大海者义夫所说 非圣所说 我们说的大海啊 是一般世界能想象的 那个海的无边际很可怕 但是你要了解 这个海在怎么深 阿修罗的身体啊 走进大海的时候 这个大海才到他的膝盖 阿修罗的身体 你看有多深多高 他踩在大海里的时候 大海才到他的膝盖 他可以在里面跳跳 可以去跳舞 那圣人所说的 这个海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 眼见色耳闻生 鼻嗅香 然后呢 舌感触到这个味道 然后生呢 有这个触觉 然后意根呢 对这个弱泻法尘的认知 眼睛闭起来 耳朵闭起来 什么都不 但是我们的意根还在活动 哎呀 想想早上吃这么好的东西 中午是不是能再吃一下 是不是 意根呢 那我们的六根跟六成 一接触的一刹那的时候呢 产生了爱念染灼 爱念染灼 请注意这四个字哦 每当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六根去触对六成的时候 那一刹那 很快很快的 就来到受想形式 认知 认知 了解 分别 想象 贪爱 念灼 单单一根就不得了 何况有六根 那产生的贪爱染灼 多得不得了 多得不得了 这是佛陀所担心的 众生就是沉默在六根六成接触的那一刹那 那个爱念染灼 甚至呢 一切世间的阿修罗 乃至天上的天人 也都是沉默在 沉默在六根六成接触的当下 我们已经无量节养成了 贪爱染灼 这个大海呢 包括天人阿修罗 都照样沉默当中 这是圣人所说的海 是指这个叫做欲海 欲海 贪欲的这个海 所以我们不学佛则疑 你越学佛才觉得这些佛菩萨圣贤 这些阿罗汉的厉害高明 结果呢这个无明就造成我们贪爱称恨 沉默了 沉默了 所以我说修行修行 日常生活当中 你吃到好的东西 你起什么念头 我还想吃 还想吃 多一点 多一点 那就是沉默在贪爱染灼的大海 修行 就在衣食住行 行住坐卧当中 时时你都可以修行 你是在欲界 你是在色界 你还是在五色界 你贪婪这个外在的境界 很美 很好 很好 你就是在欲界 跟这个财色民事税 结合在一起了 你如果贪走这个色身 我要练气功 我要打通气脉 我要练到长生不老 那么你的生命 生活在色界 那然后呢 你又走重在精神生活 我要读很多的书 那个爱情小说 张爱玲啊 后来不是自杀死了吗 是不是 读那些爱情小说 读到眼睛发疯了 还在看 我喜欢看电视 电视的情节 让我杀时间 Kill time 否则我的日子 不晓得怎么过 那个情节让我看到 掉眼泪 三天不吃饭都没关系 一遍一遍再看 看到发疯了 所以就叫做爱疯 爱疯 那 我有许许多多的理想 我为我的理想去奋斗 我妻子儿女我都不理她 工作狂 有些人有工作狂 我丸子一见的理想 什么父母妻子儿女 不管她 她日日夜夜 有一种人是工作狂 有一种人是艺术狂 还有一种人是集物狂 收集很多很多的古董 她的生命就投射在 她的精神生活里面 无色界 着重在精神生活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清清楚楚 自己是在意界 还是色界 还是无色界 别的没有像你 可以了解你自己 我们最能了解是自己 你自己的心态 你对什么有感情 你对什么有贪恋 你对什么有执着 很清楚 不要去问别人 你自己时时都会去察觉的 所以我说修行修行 一定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 自己去察觉自己的五蕴 六蕴 所产生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现象 因为我们多生多劫以来啊 就是被这个六臣六根五蕴 搞得迷迷糊糊的 再沉迷下去的话呢 那是没完没了 那个戏是不断的演下去 什么呢 生老病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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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重演 重演 重演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 严重性 严重性 你了解到这个严重性 你就会有提防的心理 你就会提防的心理 吃再好的东西 适可而止 哦 这个是甜的 这个是酸的 这是苦的 这是辣的 了解 相应不理 不贪爱 不染灼 也没有称恨 只是了解 这样子呢 如果不学佛 我们就是处谨身 什么 处谨身 什么 情 没有错 我们这个徒孙啊 叫做什么 法治是吧 他讲对了 处谨身情 那我们来到妙乡里以后 我们要处谨身什么 处谨身什么 身道啊 知道吗 身智慧啊 借这个静 借这个静啊 去了解我们 现在是处于什么 环境之下 了解我们所接触的 一切一切 是像魔术 在变幻 无常当中 所以我们就能够 促谨身道 那么就能够 符合 金刚经所说的 一切法 皆是佛法 存在的一切 人事物 山河大地 一切一切 都在展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那我们就在这个法法上呢 去见到消息 得到消息 所以我们不要去讨厌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讨厌任何的人 我们也不要讨厌任何的事情 所有的人事物 都是帮助我们修道的 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正念 所以 仪教经 我很喜欢读的三部经 比如说仪教经 四十二章经 八道人解经 还有吗 就是金刚经 我很喜欢读这些经 常常在前面一个经呢 经的一句话呢 就会提醒我们了 在仪教经里面就有句话了 求善知识 求善护念 不如不妄念 不如不妄念 你此时此刻你不妄念 人家见紧生情 你是触紧生道 因为你有不妄念 你不妄念 你保持正念 那你怎么去保持正念呢 很简单 注意呼吸 观察自己的呼吸 我在吸气 我在吐气 长短出息快慢 你时时刻刻注意呼吸 很快的你就会得到一些消息 注意呼吸 你不要去注意 这个人多漂亮 多高 胖瘦 你注意那些没有用 对你是伤害的 你注意你的呼吸呢 你就能够触紧生道 触紧生情 是世间人了 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 一切法皆是佛法 但是我们众生呢 把持不住 让他妄念 让他妄念 那一切法都是障碍法 都是烦恼法 所以你就会觉得 世间的事情很多 很杂 很烦 很乱 唯恐必之不及啊 那这个也是错了 所以我们学佛信佛 我们还是照样的 要回到现实的人生当中去体验 在家人 你还是回到工厂 职厂 去上班 去体验体验 一切法 皆是佛法 一切善男子善女人 都是我过去世的父母 兄弟 姊妹 然后我们出家人呢 每天我们见到很多信徒来 拜佛 礼佛 我们寺庙里面很多的事情 杂事要做 扫扫地 排排桌仪 很多的事情 你就不会烦了 劳动筋骨了 身体会好的 这样子 在家人 以佛法 道业 来辅助你的事业 以在家人 有了事业 你能够维持生活 养育你的妻子儿女 所以 让你安心的去修道 你能够安顿父母兄弟姊妹了 你才能够安心修道 所以 以事业 来帮助你的道业 辅助你的道业 以佛法 这个道业呢 来帮助你的事业 以事业来辅助你的道业 所以六祖 怎么说啊 佛法在世间 不理世间绝 你事求菩提 犹如求兔角 意思是这样子的 事出世间 不二 也是不是一 非一 非意 那么 这样子的话呢 学佛起来 也就没有什么障碍 也没有什么挂碍 否则你会说 哇 我到了庙顶 清净庄严 很舒服 回到那个 巴萨 是不是叫巴萨 他把你杀死的地方 叫巴萨 哇 乱糟糟 又错 那些鱼啊 肉啊 闻起来很可怕 会恶心啊 你称恨心产生 知道吗 你回到职场 看到这个不顺眼 看到那个很火大 你的贪爱 称恨又出来了 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修道 这些都是佛菩萨来考验我们 测验我们 来看你的贪爱 称恨 你没有去感谢他们 然后你讨厌他们 错了 所以我们要以这个佛经里面所说的 焉而彼此生 心意诸情根 以此常流转 而无能转折 没有一个人指定说 你要去投胎哪里 你要到天上 你要到什么地方 审判 佛经里面没有只有审判的 没有 你造了什么之业 他就得了什么果 很自然的 是一种大自然的法则 叫做natural law 大自然的必然定律 我的手拍桌子 我的手会痛 这个痛不是谁给我的痛 是我的手太软了 桌子太硬了 我这么打下去的时候 我会痛 这个痛没有谁规定的 自然的 你肚子饿了 吃饭就饱 这个没有谁规定 说让他饱 没有 你吃他就不饿了 你口渴 你喝水 马上不口渴 这个没有谁规定 说你该渴 还是不该渴 没有 那我们流转在这个世间呢 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三种爱 第一个 境界爱 境界爱从哪里来的呢 自体爱 我们对自我的一种染拙 自我的爱染 我很聪明 我很高 我很漂亮 我很有钱 我很有地位 你时时对这个自我的贪恋执着呢 有这个我以后呢 自然的就觉得说 我很行 这个东西我要 这个东西我要 我有本事 那个叫境界爱 我有车子 那么我有房子 我有这个什么土地 我有什么地位 境界爱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爱 叫做后有爱 后有爱 有一天我老了 我病了 我希望二十年以后 我又是一条好汉 这叫什么 后有爱 我们有这三种爱 生命就像不断的流转 加上我们又配合它 透过眼而鼻舍生意 这个心意诸情 心根不断的配合这个三种爱呢 来制造了轮回的动力 轮回的动力 自体爱 境界爱 后有爱 加上六根 不断的接受这些信息 产生的感受 想象分别 习性反应 那么这么多的条件 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很自然的 按照我们的业力 按照我们的习性 按照我们的福分 又出现生命了 你善业多 姐姐善严很多 你修福修贿 结果你投身在一个 很好的家庭 你又聪明又智慧 有好的老师 好的朋友 如果这辈子 懒懒散散不读书 然后喜欢做坏事情 结了恶缘 你就脱胎到 那个什么酒鬼啊 毒鬼的家啊 受一辈子穷困 谁规定呢 没有 自然的 很自然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心意诸情 跟以此常流转 而无能转折 没有人去规定你 没有人去审判你 没有人去审判你 你就是随着这个业 随着你的心 随着你的习性 就是不断地去演 这个生死 这一出戏嘛 即使我们来念 法性本无生 视现而有生 世中无能现 亦无所现物 这是讲到宇宙间的 我们身心世界 三合大地 这一切法 佛经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字 法 我们看到的一切 有形的 无形的 一切一切 我们有个法 来说明它 那这个法呢 我们总想在法的背后 去想象 法的本体是什么 法的本质是什么 老实说 第一步已经错了 为什么呢 法性本无生 视现而有生 你不能在法的背后 去想象 有一个主体 在主导 那我们世间人 把这个法 万事万物的背后呢 我们 去假设 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啊 万能的什么神啊 来创造这个万事万物的 那么我们中国人 不这样讲 我们中国人讲 哦 万法呢 就是因为 这个阴阳所生的 所以有阴阳说 因为古代的人看到太阴太阳 然后有男有女 有天有地 有高低美丑 有什么 是相对的 所以想到的 宇宙的最初最初的本源呢 是相对性的 无一名之 叫做阴阳 阴阳学说了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了 那一是什么呢 叫做无局 无局生太阳 三太阳生阴阳 阴阳生万物了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哲学 现在我们不讲 谁对 谁好 谁不好 中国有这种哲学 无局生太阳 太阳生什么阴阳 阴阳生万物 老实说 这个叫做什么呢 佛经里面说 但有言说 多五十亿 没有实在的意义 了解有这种学说去 够了 因为如果你说 有万能的神来创造我们 为什么把我创造得这么笨 这么丑 你呢 上帝对你这么好 创造得这么 庄严 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福报 这就不公平了 是不是 所以佛经里面不讲最初最初谁来创造 谁来设计 谁来改变 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创造 今天创造明天 今年创造明年 今生创造来生 我们不断在投资 这个流转的 轮转的一个动力 叫做业 如意名字 就叫做业 业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身口意 我们的身口意呢 在推动的 在推动的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法性呢 本无身而视线而有身 世中无能线亦无所线物 所以我们不要在一切法的背后 去假想有一个什么主体 叫做法性 这是一个空洞的名言 你不要把它当作实在的一个东西 一切法 只是因缘生 因缘灭 有形态 有作用 但是找不到一个主体 叫做法性 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你去想象 是神 是上帝 是阴阳 那都是一说 月亮的月 回那个什么 意识的意 第六意识的意 加上月亮的月 那是一说 一说就是你想象的 你想象的 只要是想象的 都是不实在的 所以说 但有言说 多五十亿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 在一切法的后面 我们想 叫做法性 在我们众生 无运何何的背后呢 我们想叫做什么 叫佛性 叫佛性 在我们大乘经典里面 先建立了一个佛性 人人有一个本性 有一个佛性 这个本性 佛性呢 就具足了无量的功德 光明 智慧 神通 我们只要悟到这个佛性 我们神通 光明智慧 整个展现出来 这是后期佛教 发展出来的 最适合一般人所想要的 所以这种说法呢 很适合一般人 但是回归到原始佛教的探讨的时候呢 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他说 法性本无生 视线而有生 随着我们的情 我们的业力 展现出来的 就是六道轮回 在六道轮回当中 第二回出生 人天阿修罗 那么在人道里面 有非洲人 欧洲人 美洲人 马来人 这个种种各种不同的人 他生存的空间不一样 不一样的 所以皮肤颜色也不一样 习性也不一样 风俗习惯也不一样 然后男女的差别 穷通 妖兽 智欲 勇 雀 种种的差别就产生了 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视线而有生 随着环境 教育 父母 业力 我们视线出 多元文化 多元民族 多元的这种 生存空间的 就这么产生了 那么视线无能献 亦无所献物 这个能守也是我们众生的 妄心分别 妄心分别出来的 所以 简单的让各位了解 我们现在生存的空间 真的是多彩多姿 但是不要被这些多彩多姿 弄得我们眼花了乱 求善知识 求善互助 不如什么 不忘念 知道吧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伏极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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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当来下身 弥乐尊佛 南无 亦無